汉光演习也受到凯米台风的影响 都改以沙盘还有兵推为主 国防部长顾立雄在今天早上主持灾访准备会议时 也指示了各作战区要适时的来支援救灾工作 参谋总长梅家树也授权各作战区指挥官 来进行汉光演习还有救灾的兵力调配 一共分为三个阶段 那么要是灾害地区有超过两个县市已经造成人员伤亡 或者是有立即的威胁性 作战区就会立刻终止演习 全面投入救灾工作 国军立雄顶着风雨进驻苏澳灾变中心 两栖突击车军塔向皮艇也一一投入灾访应变 全台超过两万八千多名国军已经在各地待命 国防部长顾立雄主持灾访整备会议时 特别指示各个作战区要主动跟地方政府保持联系 适时支援救灾 今年汉光演习也被凯米台风打乱规划 已经改以沙盘演练兵棋推演为主 参谋总长梅家秀也授权各作战区指挥官 进行演习和救灾的兵力调配 参谋总长指示国军假如单一县市发生一般灾害 汉光演习以及救灾任务并行执行 如果灾害地区超过两个县市造成人员伤亡或立即威胁 作战区就立刻终止演习 协助地方灾害救援 要是超过两个作战区发生重大灾害 全国将终止演习全面投入救灾 国军在汉光演习进行中就是陆海空部队的集结 遇到灾害的时候 这集结的部队可以立刻把作战任务 演习任务转为救灾任务 演习遇上台风搅局任务怎么调配 军方定出原则 不过救灾适同作战 有效结合军事任务跟灾害救援 国军站在第一线爆炸卫国 介绍黄利明州台北采访报道